前两天我给我的温室提高了一些温度 然后检查我的菌盆里面爆发了 长了好多好多的菌呀 好多好多 这么拍是看不清楚的 我拿相机拍 首先是这种红色的菌很漂亮 可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在显微镜下是这样的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结构 好像就是一些分身包子梗 还有分身包子 估计是半枝菌类的 然后这个白色的像小灯泡一样呢 是网柄菌 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年菌 但是我也不多说了 这个图里面黄色的这种呢 是一种细菌叫做年细菌 特别神奇啊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细菌 它的直径大概是0.1毫米 然后高大约1毫米 比普通的就是年菌的子时期还要小很多 我的第一反应 它是真菌或者是细胞状的年菌 结果查资料 发现它是一种细菌 真是惊呆我呢 我印象中细菌就是9毫米大小 不会再大呢 结果这个都有一百毫米了 然后我给它揉碎 发现里面有好多年包子啊 大家对它感兴趣也去查它资料吧 我没啥兴趣 再然后就是这种小盘菌 特别特别多 长了好多好多好多呀 这个是金杯菌科的 定种麻烦不管它了 我的菌盆里还长出一大堆的团网菌 之前我做了一期视频 专门介绍团网菌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找到一层彻底成熟的 吹掉的包子呢 放显微镜底下看了一下 这是它的包丝 还有半透明状的包子 然后我又看到一种 长得像海胆的真菌 第一次看见也不认识 我就拿去在显微镜底下观察 这个就是它表面的那个钢毛 就长得像海胆的那个黑刺 这是它的包子 是喷涌而出的 长条形的 仔细看上面有好多油滴 现在要拿完手机啊 有密集恐惧的赶紧离开 不要看了 震撼吧 全是它的包子 最后我查了一下 这个是碳菊菌鼠 是一种植物病害菌 注意它不是那种引起碳菊病的碳菊感菌 而是一种真菌 叫碳菊菌鼠 最后压转的来了 这个叫做锤丝菌 它是泛网菌科的 听说它在野外很难采集到 因为它很脆弱 一被风吹就没了 然后我的抚木盆里面 竟然悄悄的长出了这个 我的心真的好痛啊 大家都知道拍菌最难得的就是遇到一丛正当年的菌 结果这么好的素菜就这样错过呢 看到它的时候它都已经成熟了 熟的不能再熟了 然后我就查资料 看看它的描述 这里面说它的包囊饼延伸至囊轴 直达顶部 然后顶端扩大为发亮的小圆盘 就是我拍到的这个 我当时还以为是排水的小孔呢 原来是它包囊饼的延伸 然后描述里还说它的包丝从轴顶盘下锤 我估计这就是它的取名来源锤丝菌嘛 于是我取了几个子尸体 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 但是都看不太清楚 只能看到包丝还有包子的形态 于是我就等了两三天 让这个锤丝菌彻底成熟 然后吹掉包子 终于拍到呢 描述里说的包丝从轴顶盘下锤 这就是我对锤丝菌的全部介绍了